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好样Formosa 纪录片《台湾黑狗凶》 让台湾的织袜产业受到关注 而日前马19总统特地南下 来到织袜的故乡张化社头参访 进行座谈听取地方声音 纪录片的主角李东颖 当面向马总统提出谏言 他希望政府能尽快地和美国签订FTA 让台湾的织袜产品更有竞争力 看着业者说明早期首摇织袜机 马总统神情专注 织袜业者也请马总统来亲身体验 织袜子 面对大陆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低价竞争 织袜业者选择研发高品质 以及多功能的袜子 台湾业者的研发力 马总统高度赞许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触及的产品 可是为什么能够跟人家竞争 靠的就是我们的设计 而且没有想到这个工厂 它只有11个人 整个员工11个人 能做这么大的生意 这真的是台湾的织袜产器 创造了许多的 让我们令人眼睛一亮的奇迹 让我们非常的肯定 在彰化社投乡 有一半的人口靠袜子为生 他们的故事变成纪录片 台湾黑狗胸上映 纪录片的主角李东寅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帮助社投 三万多人的生计问题 因为他们出口 出到美国 费率是零 税率是零 我们是12到17% 所以仅仅这行你就输人 你就输人就疲 像上周本身有去韩国 他们有带韩国袋子回来 可是那个品质真的比我们台湾还差劲 而且他们工资又比台湾贵 所以只要政府如果稍微重视的话 如果可以去跟美国签 我们是有机会可以跟韩国KO的 与马总统面对面会谈 社投人由衷希望 政府能真的听见他们的心声 新行业的电视 叶锡红 台湾昭话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